哦 这就做驴打滚了 对 这什么东西 这是粘米面 哦 粘米面 对 用什么做的 酱米 哦 姜米做的 酱米粉碎了 粉碎了 这是生的熟的 熟的 哦 熟的 是正熟的 正熟的 哦 然后正熟以后给它团熟火 哦 对 就像揉面似的 对 筋道 有嚼心 拌牙 哦 这底下这铺的什么 黄豆面 哦 黄豆面 把黄豆放在烤箱 洗干洗 洗完了以后 把水控制器之后 放在烤箱里 280度烤20分钟 哦 烤然后打碎了 然后打碎 盐墨 这熟的 都是熟的 熟的 打碎以后就黄豆面 黄豆面 又香又又好吃 哦 哦 这包的 擀成薄片 擀成薄片 哦 然后放上豆馅 哦 卷进来 嗯 就是天津正宗的雷达骨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嗯 把边擀刀 什么馅 豆馅 哦 豆沙馅 哦 对 嘿 你看这豆沙馅 油亮油亮 对 香甜 香甜软糯 对 哦 哈哈 我也知道你们这名词儿了 香甜软糯 把它抹匀走 抹匀 薄薄的抹匀 嗯 这样子每一块面都蘸入豆馅儿 哦 一层糯米一层馅儿 一层馅儿 天津北京的小池 这属于天津和北京 北京小池 近两地的 近两地 对 就在这个周围啊 对 其他地方没有 其他地方没有 把它卷起来哈 卷起来 哦 一边称一边卷 哦 一边称一边卷 对 看 对 嗯 嗯 嗯 称高了 那么晕 这就是干了几十年了 哎 熟练了 熟练了 以后撒上一层 撒上一层黄豆面 煮一颗 大家都爱吃这黄豆面 黄豆面特别香 来倒 切一下 切一下啊 对 我们这特殊原因 切的块大 因为我们这儿 都得放盒里卖 哦 要按道理 你找他 小一点 人家那是小驴大鬼 你找他大驴大鬼 大驴大鬼 哈哈 我们这儿因为地方小 都得放盒里 所以我们切的稍微大一点 大一点 其实大了 也好吃 这吃一口香一口的 哎 哈哈 这都举着吃 哎 呵 一个就吃饱了 一个就完了 这就完了 完了 这个层次 嗯 馅料饱满 嗯 粘食 软糯可口 满满的豆香味 这就完了 还没什么 比招